两个孩子一间房 经常生龙凤胎的夫妻都知道买个上下铺 高度不够高 儿子躲猫猫喜欢掩耳盗铃 下铺腰杆也挺不直 两口子看到日益长大的兄妹俩 记得双二条三 于是我告诉他们这样来 一 找二表哥借几根方管汉框架 底下再用几根立柱把它支撑起来 外包环保木市面 耐用一万年 哭上专业透气排骨架 透气不返潮睡觉才舒服 再到二表哥家搬两个床垫就是床 就算兄妹叠罗汉一起在上面走动 都不碰头 靠墙贴软包睡觉才舒服 旁边坐高柜 交叉存放兄妹俩的睡前小的布 开关插座装床头 睡觉都安心 公平对待孩子才没有矛盾 旁边坐衣柜 上面柜子挂儿子的睡衣 下面柜子挂女儿漂亮的睡衣 关上柜门档灰尘 上面吊柜链接 增加收纳空间一点也不浪费 下面坐抽屉 收纳孩子的小秘密 孩子也需要隐私 中间装个折叠磨砂玻璃框 两个孩子没事 也可以在这里探讨人生 品品明酒明茶 关上窗户隐私墙 二 下面坐五个大抽屉 旁边两个抽屉 存放女儿的香袜子和内衣内部 另外两个抽屉 存放儿子的臭袜子和内部 中间抽屉存放孩子的玩具空间 一点不浪费 床边两个拱门做造型 装个感应线性灯 起夜不抹黑 装个杀联孩子睡觉隐私 旁边坐个L型大树桌 就是两个孩子的学习区 两个孩子一起学习 一起烤进985 顶上装个风管机 石膏板吊顶 完美隐藏 风口加长采美观 上面坐吊柜 文学书籍随便放 关上玻璃柜门档灰尘 旁边坐两个孩子的衣柜 上面存放两个孩子的过际棉被 下面挂两个孩子的衣服 分开挂放才方便 关上玻璃柜门档灰尘 实用颜值高 这样的卧室两个孩子 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 高度也足够高 一起成长睡到50岁都没有问题 也许这个设计不适合你家 那就手机安个住小邦 直接点设计我家 直接搜小区名 一秒匹配你家户型图 免费生成专属你家的3D设计图